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上前打量一番 没想到玻璃居然被蝴蝶撞碎了 长摆上街的蝴蝶涌入走廊 一下子整个古堡都被蝴蝶冲斥 连被选上的蝴蝶舞舞者都没有幸免于难 都遭受到了蝴蝶的攻击 谁也不会想到 美丽的蝴蝶变成了攻击人类的怪物 好在小蝶集中生智 将手电扔出窗外 蝴蝶们追着光的脚步飞了出去 由于没有人员伤亡 庄家用提高演出报酬的方式 把小蝶和其他舞者留了下来 时间一晃 庄家宴会说到就到 小蝶和其他舞者盛装出席 在宴会上 小蝶发现庄家大少爷庄秋水 居然是自己失踪的男朋友 可无论小蝶怎么询问 对方都是口否认 在闪瘦的眼神中 他看出秋水是有难言之隐 不能和他相认 奇怪的蝴蝶秋水的难言之隐 庄家上下都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为了弄清楚一切 小蝶来的图书馆 调查关于庄家的一切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庄家是二战时期 中国生化武器研究的魁首 当年在打仗的时候 为了抵御敌人生化武器的攻击 庄家人就开始研究 一种叫蝶毒的病毒 为了能够研究成功 他们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亲自测试这种病毒的威力 可天不虽人意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饰演不带失败 庄家的每个人还都染上了蝶毒 导致庄家世代的所有男性 全都没有活过四十岁的 为了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庄家人一直在研究 能够治疗这种蝶毒的血清 没过多久 被蝴蝶叮咬过的武者离其死亡 小蝶认为 武者的死和庄家脱不了干系 于是找到了庄夫人进行对治 这只庄夫人拐弯抹脚 避开了话题 实验者还趁机用酒 把小蝶给灌醉了 就在这时秋水出现了 她用自残的方式 打消了庄夫人伤害小蝶的念头 然而庄夫人 虽然同意不伤害小蝶 庄家的管家 却私自把小蝶 抓进了一个古墓之中 原来经过多年的调查 管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当年 庄家出大价钱招募 能够做人体血清实验的志愿者 小蝶的母亲当时虽已身怀六甲 仍为了那高额的报酬 参与了这无情的血清实验 实验进行到一半 小蝶的母亲 因为承受不了那种痛苦而自杀 而小蝶也像名一样的消失了 而她 作为庄家的管家 看到实验失败 也决心要站出来表表忠心 于是她被问女儿曼莉 去做了一场蝶毒实验 这次实验也是以失败告终 曼莉最终还是变成了 半人半蝶的怪物 自此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女儿的愧疚 在得知曼莉喜欢上二少爷后 她便打上了小蝶的主意 她往小蝶的身体里注射蝶毒 这一次实验没有异常反应 换句话说 此刻小蝶的身体里 充满了可以救二少爷命的血清 正当管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 秋水和庄夫人及时赶到 其实庄夫人也是参与实验的人 但是她由于特殊体质 意外的幸存了下来 与此同时 小蝶身上蝶毒已经产生了作用 她的背上长出了一对庞大的翅膀 暂时失去理智的她 利用变异能力 轻而易举的杀死了管家 曼莉现状急忙变成半人半蝶的状态 和小蝶战斗 在大战几百回合后 小蝶因为经验不足被曼莉打飞 而秋水更是不堪一击 一个回合就倒地不起 暂时脱离战斗的曼莉 似乎领悟了什么 父亲为庄家倾其一生 最后不得善终 而她为了蝶毒试验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怪物 现在的一切都要归咎于庄家 归咎于庄夫人 于是她又愤怒地飞向庄夫人 只能用对方的血来吸点父亲 正当她要得手的时候 醒来到二少爷突然将庄夫人护在身后 就这样 二少爷被曼莉打成重伤 庄夫人则趁机 对还在空中的曼莉开了一枪 中枪后的曼莉 蝴蝶翅膀开始渐渐枯萎消失 此时庄夫人对于自己也深深地意识到 为了庄家能延续香火 她做了太多出格的事 无论是小蝶的母亲 还是管家 还是曼莉 他们都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自己已经酿成大错 但不能继续错下去 于是她启动了蝴蝶公墓的自毁程序 万念聚会的她 决定陪着整个家族的秘密一起消亡 身受重伤的小蝶和秋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古墓坍塌 从此 世上再无蝴蝶公墓 好了 今天的故事